好,在这个单元中,我们要讲的是统计指定范围中 假空的储存格数量 那我们首先来说明,说明什么是假空 像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注意到这个是未输入资料 所以我们把它点一下时,你会发现到怎么样 里面没有资料,没有空格 那我发现讲第二个,第三列这边A3储存格 它是干嘛,你点它的时候,它会出现什么 它会出现空格,就是你点下去,有没有看到一个空格 它有输入空格 然后第三列呢,这边是用公式 公式来设定,所以你看不出它有写东西,有没有 它好像没有东西 然后第四个,它一样是写等于两个双括号,代表干嘛 有写东西,但是不显示出来而已,没有显出来 那除了第一个以外呢,我们第一个叫真空 其他三个我们都称之为假空 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函数来辨别,就是这个ESPEC 那我们把它打ESPEC 然后我们针对它这个储存格A2 打,它会跟你讲什么,3 然后我们把它点两下 它就看到有没有FACE A3,A4,A5,它就是FACE,就代表它是假空 那我们到范例工作表这边 你会看到,这是一个什么 数据跟折扣金额的 那我们呢,如果说今天来讲,要算什么 真空加假空的数量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函数 等号Counterif,V2到V9储存格里面 逗点,双括号 双括号的意思就代表干嘛 去判断它,没有资料的 真空跟假空的 像现在这样子,没有资料的 有几个,答案出来有三个 1,2,3,有三个 这是真空加假空 那真空的数量呢 就是打一个等,等号的话呢 代表的是什么,真空的 真空只有哪一个 你觉得是哪一个 这一个,有没有 V3储存格,它是真空的 真空的,所以只有一个 V3 V4是函数 V7也是函数,有没有 然后来,这时候很简单 我们要知道假空的数量的话,就干嘛 只要把上面这两个公式 真空加假空的数量,减掉真空的数量 那就是假空的数量,等于几 等于2 等于2 那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今天打的是什么 小于大于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非真空 非真空数量有几个 7个 1,2,3,4,5 6,7 7个 所以非真空的数量有7个 那这个地方来讲要特别注意到 它这种东西就在干嘛 针对你的需求 它有一样的函数 但是在它的什么 第二个参数有不同的内容 可以统计出来的 统计你要的 真空还是假空 有8个参数 大量 这有其他参数